安大利省撤出口罩令政策一周后 昨天检测确诊病例达到1月以来的最高值 有家长和老师对校园感染病例新增表示愤怒 安省于3月21日结束了对大多数公共势力场所的口罩令 其中包括学校、购物中心、餐馆、杂货店、酒吧和健身房等 但是在公共、交通和医院等一些高风险环境中仍然需要戴口罩 多伦多市议会在本月初投票取消了口罩令 然而奥米克戎BA.2亚变种病毒却仍然在不断传播 并导致欧洲和亚洲的病例数激增 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表示 加拿大政府的口罩令撤出过早 有幼儿园老师在推特上发帖表达对安省省长道格福特 和教育厅长莱斯的失望和愤怒 这位老师说就在他的班级被允许不戴口罩几天后 他和他的同事就被检测出阳性 有网友在这条帖子后面发表相似评论说 他的侄女班上一半人开始不戴口罩后 不仅他被感染 他的老师和多名同学也都被感染 他们认为如果政府能够推迟取消口罩令 这些情况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他们认为撤出口罩令尤其对老师 学生和校车司机产生极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不得不与不戴口罩 且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共处在封闭空间 有家长反映 在学校和校车口罩令结束三天后 孩子的校车司机都被感染 除了以上另一些民众担忧疫情正在扩散的事实外 多伦多的废水监测计划还发现 从2月20日到3月21日 废水样本中的病毒含量已经增加 安省新冠病毒科学顾问小组 科学主任尤里医生表示 废水数据是病毒死灰复燃的早期镜像 但是他又认为 新的亚变种不太可能给医疗系统带来 疫情最严重时期的压力 截至今日上午 安省过去24小时再增1610人染疫 新增死亡案例数9宗 住院患者增至790人 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也增加165人 数据显示 虽然新冠感染人数进一步下跌 但是住院于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人数 则持续上升 安省于3月21日 结束了对大多数公共场所内的口罩令 其中包括学校、救密中心、参馆、集货店、 酒吧和健身房等 但在公共交通和医院等一些高风险的环境中 仍然需要佩戴口罩 多伦多市业会亦在本月初投票取消了口罩令 然而奥米克用BA2亚变种病毒却依然在不断传播 并导致欧洲和亚洲的病例数激增 有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认为 加拿大政府的口罩令撤除过早 有幼儿园的医生在推特上发帖表示 对安省省长独格福特和教育厅长来切的失望和愤怒 利明老师说 就在他的班级被允许不配戴口罩几日后 他和他的同事都被检查出现阳性 有网友在这条帖的后面发表相似的评论 说他的侄女班上一半的人开始不配戴口罩后 不单止他被感染 他的老师和多名同学也被感染 他们认为如果政府能推迟取消口罩令 这些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他们认为撤施口罩令尤其是对老师、学生和校车司机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不得不和不戴口罩还未接受疫苗的儿童共处在封闭的空间 有家长反映 在学校和校车的口罩政策结束三日后 孩子的校车司机就被感染 除了上述令到一些民众担忧的疫情正在扩散的事实外 多伦多的肺水检测计划还发现 同2月20日至3月21日 肺水样本中的病毒含量已增加 安省新冠病毒科学顾问小组的科学主任尤尼医生表示 肺水数据是病毒死灰复燃的早期迹象 但他又认为新的亚变种不太可能被医疗机构带来疫苗最严重时期的压力 辞至至今日上午 安省过去24小时再增加1,610人染疫 新增死亡案例9宗 住院患者增加至790人 接受深切治疗部的患者亦增至165人 数据显示 虽然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进一步下跌 但住院和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人数就持续上升